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记者连连摇头说 《面报道》容易误导观众 抓不住关键 起不到教育意义啊 杜志勋冷冷瞧着他 每一件案子都是一幕人间悲剧 它不是话剧 不是宣传片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篡改他的真相 说完就起身离开审讯室 这这是谁啊 他怎么能这样啊 他怎么能这样说我们新闻工作者呢 记者脸红脖子粗的 又不敢当着杜志勋的面发货 等他离开之后朝孙建周抱怨 孙建周表情尴尬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个头发斑白 五十多岁的男人 站在严果的病床前 望着躺在床上被毁容的严果 神经复杂 既有愧疚 又带着冷漠 这个人就是蔡凤琴的前夫 严果的父亲 他叫严俊 他和蔡凤琴十几年前就离婚了 那时候女儿还在上小学 法院把女儿判给蔡凤琴 由严俊每月交易部分抚养费 一直到严果十八岁 离婚之后严俊很快又结婚 还有了自己的孩子 这些年 与蔡凤琴几乎没有什么来往 连女儿也没有见过面 在这次惨案中 严果可以说是最无辜的受害者 他根本没有参与到十年前乌云的事情 就因为她是蔡凤琴的女儿 凶手就把她也作为报复对象 活生生地把她一张脸给咬烂 医生说 想彻底复原是不可能了 肯定会在脸上留下巨大的伤疤 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来说 毁容甚至比死更加悲剧 今后等待她的还是漫长的人生之路 她要在人们异样的眼光中默默生活 可能没有机会结婚 生不了孩子 一个人孤独重劳 考虑到严果的难处 警方希望能帮她安顿下来 调查了解才发现 她其实与自己的母亲关系很僵 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 也没有和母亲住在一起 自己出去四处打工 现在就暂住在广安县 距离平江县区很近 她还有个男朋友 不过男友推三祖四根本不想照顾严果 还声称已经和严果分手好几个月了 如今母女俩都需要人照顾 最后警方只能联系蔡凤钦的前夫 严果的生父过来商量 看看怎么办 严峻一开始推脱 说自己有心脏病 现在身体状况也不好 还需要家里人照顾 没有精力照顾别人 郭荣荣一听着消息就来气了 她最讨厌是乱中气 抛弃气子的男人 颅胳膊挽袖子亲自找了严俊佳 连虎带吓唬 硬是把老小子给揪来了 丁钱暗自感叹 连她这个心理医生 都不一定能搞定这种事情 郭荣荣居然手道进来 果然不简单 这本事要是到派出所 调解民事纠纷 专门对付那些叫街婆 五马六混子肯定行 严峻来到病房就处那不动了 严果也不想见她 被子蒙头 躺在床上一声不吭 爷俩就这么僵持着 郭荣荣实在等得不耐烦 朝严峻使劲咳嗽两声 奴嘴让她主动点 严峻没办法 满吞吞挪到床前 咽了一口唾沫 弱弱地唤道 小果 爸来看你了 严过蒙着头不吭声 严峻叹了口气 鼓起勇气说 他知道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妈 可是当初 我跟你妈那种状况 说什么都没用了 爸这次来就是想看看 能帮上你什么忙不 虽然爸现在身子骨也不好 但你毕竟是我女儿 你现在这样 我不能不管 你就给爸爸一次亲会吧 啊 小果 严峻说到最后 嗓子哽咽 看来也是真情流露 郭荣荣远远瞧见 小声吻身边的丁钱 你说严果会不会 连他爸爸都不记得了 这个嘛 我觉得倒不至于 前行性失忆症 对长期记忆影响不大 相对来说 事情发生得越久远 患者反而能记得越清楚 主要是破坏 究竟发生 或者是短期记忆 严果蒙在被子里 被子微微抖动 似乎他在哭泣 严峻深受感染 慢慢尖开被子 没想到严果不是在哭 居然是捧着漫画书 在咯咯发酵 这一下可把严峻气得不轻 一把揪住严果 把他从床上拽了起来 我们这么多年没见 你把好容易来看你 你怎么能无动于衷 你还有没有良心呢 严果呼的一下 从床上坐起来 压抑着满腔怒火 冷冰冰地说道 我没有你长得怕 我根本不认识你 严峻脸胀的通红 又羞又闹 抓着女儿的手 不住地哆嗦着 严果慢慢扬起脸 慢慢地摘到脸上的纱布 露出满脸猙獰的伤疤 刚刚结架的一条条伤口 简直就像恐怖片里 爬出的恶鬼 他微微一笑 脸上裂开一条黑色的口子 条条伤疤跟着一起耸动 就像是蠕动着成百上千条的蚯蚓 让人脊背发凉 头皮发炸 严果瞪着那双没有受伤的眼睛 逼试严峻 眼神中充满了怨度 爸 他从尺缝里阴森森挤出这个词来 严峻哆嗦着指着他 想说话 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他气血空心 双眼翻白 直挺挺地 摔在地上 郭荣荣和丁浅都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种变故 赶紧跑上前看眼睛 他已经口涂白沫 人是不醒了 丁浅大声提醒郭荣荣 赶紧去叫医生 哦 好 郭荣荣手忙脚乱 慌慌张张地跑出病房 去喊医生了 丁浅这时候无意中撇到了 坐在病床上的严果 猛然发现他竟然在笑 他冷冷地瞅着自己 奄奄一息的生负 没有丝毫的怜悯和悲痛 只是在那张黑唧唧的嘴角 停留着得意的笑容 丁浅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当他抬头看向严果 他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了 露出一副说不出是难过 还是茫然的表情 而那一瞬的冷笑 却深深地凿在丁浅的心里 郭荣荣很快把医生叫来了 马上对严俊进行紧急的心肺复苏程序 然后把他台上移动担架 送到紧急病房 丁浅一直暗中留意严果 他再也没有任何的异常表情 只是艳艳地拿起卡通书 看起来 丁浅暗暗问自己 我刚才是看错了吗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此经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地图人 作词 感谢观看